能在加州观测到极光的机会可不多见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周三发布了地次风暴严重警报 预计10日、11日两天 美国北半部的大部分地区都能看到极光 北加州也在其中 通常情况下 民众可以在日落后的1到2个小时内看到极光 如果能远离城市的光污染 观测效果会更好 就算肉眼无法辨认这些彩色光影 照相机或手机的感光器也能捕捉到 与加拿大接壤的北部州最有机会看到极光 最佳观赏时间是周四晚上 根据报告 太阳在周二发生日面物质抛射 同时释放了一系列太阳药斑 当这些物质同时向地球袭来时 会发生地次风暴 这次风暴约为G4级 仅次于最严重的G5级 可能会对通讯、电力网络和卫星造成影响 新当人电视台记者李佳音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